哈囉L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Selina任佳璇 大家好 我是Justin Case的設計師 我叫周瑞瑩 那今天呢 我會邀請Selina來寫書法 因為我們這次嘻哈故宮的主題是 懷束的秩序帖 那秩序帖簡單來講就是一張名片 所以我今天邀請你來寫一個自我介紹 那請給我二十張 謝謝 嘻哈故宮對你來講這四個字啊 你會怎麼聯想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衝突的一個東西 因為嘻哈就是現在最流行最尖端的 故宮就是充滿著歷史 歷史課本裡面有 對 設計的靈感是什麼 我這次分兩part 那一part呢 其實主要給 焦哥跟Selina你穿的呢 我會其實還是用時裝的角度 然後在線條上面還有質材上面呢 用比較多的不同的黑色的素材再組合 因為我很喜歡用龐克的東西 跟一些古代的元素混合在一起 因為有很多拉鍊 我要讓大家期待 是我們正在西亞故宮南 因為這邊走秀的呢 會用另外一種表現的手法 會讓這些dancer可以把懷束的字 像跳舞這樣子表現出來 這樣大家覺得書法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標準 那Selina你覺得今天你穿的這一套哪邊比較細膩 剛剛我在第一秒鐘穿上這衣服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距離 鏡子有點距離 然後我這樣看我就覺得 草書就在我身上 真的 就是真的 因為你在近看的時候你不覺得 真的遠看就說 這就是草書 我就是自序貼了 貼上身 好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自訊 對 我們的名片 這是廠頭師 因為我是任家宣 所以這是我的名片 真的 哇 很棒 故作姿態不時尚 工薪工業才嘻哈 我們兩個idea是差不多的 10月27日要在故宮南院 然後我們有一場很棒的表演 就是嘻哈故宮 歡迎大家來看 嘻哈故宮南院見